美国驻约旦的一个小小的基地 那么这个小小的基地呢 遭到了袭击 而且是遭到无人机的攻击 哎想不到 在这个造成了三个人死亡 34个人受伤 确实是美军的一次挫败 不过呢 在刚才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美军这个约旦基地呢 被袭击的原因说找到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们先请赖老师来告诉大家 是这样子 因为您刚刚已经提到了 是无人机的袭击 所以如何能够挡住无人机 无人机是飞得很慢 那怎么会让它突袭成功呢 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反抗组织 他们掌握了美军的 标准的作业程序 他们的一般的习惯 他们的做法 那么被他们掌握了 那掌握了以后呢 他们的做法是怎么做呢 他们把这个无人机飞得很慢 而且飞得很低 飞得非常低 慢速低飞 慢速低飞 那所以雷达抓不到 然后整个营区外的警戒人员 也都没有发现 然后他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美国的无人机要回营区了 也就是说美国有派出一架 这个死程无人机 在外面执行勤务 那执行勤务完了以后 他的时间也到了 要回到基地里面来 那在回来的时候呢 由于美国他们很怕 把自己的无人机打下来 所以在他回来的那个路径的 最后的关头 他们会把这个防控的雷达关掉 为什么要把他关掉 关掉避免说误及到自己的飞机 可是他就在关掉的 那个时间里面 这一架反抗军的无人机 他们就飞进了营区里面了 他等于是顺着这个死程无人机 顺着死程无人机 然后轨机在飞 那所以一旦飞进来了以后呢 那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呢他选择的时间 我们叫做佛小攻击 也就是说一般人 一般来讲都是在四五点的左右 清晨四五点 清晨四五点 因为我们在部队服务很久的人 我们都知道 通常在四五点的时候 是卫少兵勤务 在执行勤务最累的时候 第二个呢就是士兵在酣睡 因为准备要起床之前的一个小时 那段时间一般来讲 都是最熟睡的时候 那所以他就利用的 那一样的一个时间 他成功的突袭 那这一突袭呢不得了 因为一瞬间就直接攻打这个银舍 攻打银舍以后就 因为士兵都在睡觉嘛 来不及反应 也来不及疏散 所以都是集中在这个银舍里面 而且我看他那个图形 看起来好像那个基地并不大 不大不大 因为他是一排一排的防射 然后一些导弹 然后一些无人机的仓库等等的 因为他是常常要越过 这个约旦河的边界 约旦的边界进入叙利亚 那么去攻打叙利亚 他其实就是在 约旦跟叙利亚边境 而且他常常是侵犯叙利亚的主权 去攻打叙利亚的军队 攻打叙利亚 所以他基本上来说 他是在一边界上 那各位你想 当这些士兵都在睡觉 来不及反应 来不及疏散 那么这个攻击就发生了 所以当场就炸死了三个人 至少有三十五个人受伤 最少有三十五个人 那有没有人重伤到最后不治 我们不晓得 但是至少三十五人重伤 各位想想 那等于是一个排的兵力 就被毁掉了 一个排 一个排 那这个是基本上来讲 对于反抗军来说 这是重大的战果 但是对美军来讲的话 这是重大的挫败 那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这一次的攻击 为什么会引起 这么高度的重视 是因为不要忘了 美国不是非法的 进入了这个叙利亚吗 对 然后在叙利亚强占了 它北部的一些地方 它的油田去采油 然后在那个地方 盖有军事基地 而且呢也非法的占领了 这个伊拉克北部的 库尔德自治区 然后也在那个地方 建有营区 对 可是这两个基地 就是这个 两个区域内 有很多的美国的军事基地 到今天为止 统计出来的是 它遭受到 165次的攻击 可是都没有人死亡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之前的攻击 要不就被成功拦截 但是更重要就是 他们的攻击 是以不杀死美国人为主 对 的这种攻击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有节制的攻击 避免美国太强烈的报复 是的 然后二方面 就是一直洗澡 一直洗脊的情形下 希望说 在国际之间凸显这件事 凸显美国人的不正义 凸显美国人的侵略性 而且要把美国人赶走 那当然美国人不愿意走了 不过这一次的直接杀人 直接杀掉美国的大兵 而且直接是攻击 就是要把大规模的 美国的大兵杀掉的情形下 这代表整个性质已经转变了 所以他这个转变应该说是升级 以前是警告你 现在是要你的命 对 那所以对于美军来讲 这是一大警惕 你刚刚讲也是挫败 是的 也就是说未来很有可能 他们的攻击 都是以直接杀掉美国士兵 为方式 为目标的 也就是打死你 以美国的士兵的有生战力为主 那因为美国人的话 当他们的士兵在海外 战死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募兵上就会出现很大的困难 对 没错 因为大家就看到就是说 原来这个情势升高 美军会变成剑拔 以前大家对于美国 好像都觉得非常的伟大 好像是一个强国 而且呢处处都可以 像美军所说的 他们是什么 是不是要维护这里的和平啊 安全啊 但是呢 其实不但没有办法 达成这个目的 甚至连自己都变成了剑拔 这剑拔甚至还会什么 瞬间在睡梦之中 就惨遭夺命 所以刚刚蓝老师提到说 其实这个很可怕 因为他们等于已经是看到 摸清楚美国的什么 美国的一些作战或是他们的习惯 他们的一种作业的程序 操作的程序 然后他们已经掌握住说 哦原来他们的无人机 要回来的时候 对 他们会把雷达系统会关掉 那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时候 他无人机就进来了 他等于是贴着他死神无人机飞啊 因为他一直贴的很 距离地面很低 所以那个雷达基本上来讲 都找不到 都看不见 而且连死神无人机飞 也不知道有人是贴着他 因为死神无人机 死神无人机他绝大部分 是用镜头的 也就是说死神无人机 其实还是有人在操作 只是说操作者就在基地内 那也就是他在基地内的时候 他在他的一个操作室 就驾驶舱里面 在那边操作的时候 那操作员他是用看的 那他看的是从什么地方看呢 从这个无人机本身的镜头里面 来看 然后再从他的数据 例如说他所反映回来的数据 就是说他现在高度多少 时速多少 现在风速多少 他本身这个操作员就是飞行员 他就在这个地方操作的时候 他是用看的方式 那问题就在于 当这些反抗军的无人机 贴着地面很低的在飞的时候 雷达就少不到了 是啊 那赖老师现在就麻烦来了 因为我看现在这一次呢 当然在第一时间 就你刚讲这个激进组织 是跟伊朗有关的 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 是的 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 他们宣称打击了这个Tower 22 Tower 22高塔临近的一座基地 那现在没有办法证实说 这个组织是不是就是 这个攻击事件的主谋 可是呢美国的防长奥斯丁 那么现在呢 包括还有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都已经说 要对于这件事情展开反击 换句话说他要报复 但是他要报复的是 这个激进组织吗 怎么个报复法 或甚至是他们一直都认为说 不论是胡塞 还是这个激进组织 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有伊朗在背后支持 所以难道要对伊朗展开报复吗 现在拜登他面临两难 第一个他国内的反对党 共和党 特别是特朗普 他对于拜登的攻击 批评的火力是全开了 逮到机会了 当然要了 他认为拜登是暖弱无力 而且是很无能的一个总统 然后他认为拜登在海外 制造问题的能力有 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 所以他本身对于这一次 美国大兵被杀的事件里面 他抨击攻击这个拜登的火力 非常的支热 这个让拜登在他的国内 承受巨大的压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他要怎么去做反制 对你刚刚问的问题 就是他要怎么去做反制 因为他要对国内做一个交代 而且还要对海外 很多的美国的盟友 也知道看着美国 所以看你怎么做 那他也要对海外的盟友 做一个交代 而且也要对美国的大兵 做一个交代 可是问题就是 伊朗第一时间就是跟我无关 是伊朗外交部动作很快 马上切割 强调说这个事情跟伊朗 确实无关 这是伊朗说的 对伊朗说跟我无关 不是我策划主导 然后我不是幕后的黑手 那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必须的情报人员特工 要能够拿到可靠可信的证据 证明是伊朗本身在那边操作 这第一个 要不就是你去栽账抹黑 然后拿出一个假的资料 然后反正我就是一口咬定你 这个就是你要做的 要不就是这一件事 CIA也可以做假证据 这一眼也可以做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但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管你否认不否认 我就是要杀你伊朗人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你要直接攻打 伊朗的境内的武装部队 还是你要杀伊朗境外的人 对呀像这种激进组织 对美国来攻击他可能吗 所以我们判断 美国相当有可能的就是 对于伊朗派驻到 这个民兵组织的指挥官 也就是说派驻到伊拉克 或者是叙利亚的去指挥民兵 运作民兵的这些指挥官 伊朗的高官 然后他们用特工人员去锁定他 看他住在哪里 或是看他的活动在哪里 然后对他进行攻击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于 这一支已经自己宣称 也就是伊斯兰就是伊拉克 因为他是伊拉克跟叙利亚的民兵组织 是伊斯兰的反抗运动 反抗组织 那么就针对这个组织的指挥官 那当然也要特工了 那这个特工可能就要依靠 一方面是以色列的特工 一方面是美国的特工 还有就是他的盟友的特工 去找到他们的这些指挥官 他们在哪里然后进行攻击 我想这个是美国拜登 相当有可能会做的事 而拜登自己也说了 他说他们会在自己选择的时间 选择的地点 然后选择的方式 那么实施报复行动 所以他没有一开始就说 他会立刻反击 然后针对谁 然后用什么方式 他都没有说 这代表什么 代表拜登政府 他面临两难 因为他如果去直接攻打伊朗的话 那伊朗觉得我根本不是我做的 你还把他赖在我身上来 而且第一时间已经否认了 伊朗很有可能会反击 那一旦反击的话 那这个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战 国与国之间的交战的时候 那就战争就一下子就溢开了 那这个就是变成中东的战火 我想美国现在也害怕的就是 以哈的问题变成中东跟美国之间的战火 对 因为原本你看 他们本来是希望 这个以哈冲突这个事情 不要再闹大了 就算是要打 要让他持续地打去攻击 或放任让以色列持续地去攻打 达成他要的目标 但是不能扩大 因为毕竟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但是想不到的是 现在看到一个又一个的 包括胡塞 包括刚刚我们在讲的 民兵组织 都在这边开始针对美国在攻击 然后所以照这样的话 事情可能就要闹大了 确实是有这个压力 所以你说拜登要怎么做呢 所以在刚才 其实赖老师你讲的这个 是不是就是美国媒体 他们其实也有在分析 那美国到底下一步能怎么做 拜登现在的确是两难 采取的是所谓隐蔽的行动 那这所谓的隐蔽的行动 就是偷偷来 而听起来就像赖老师 刚刚在讲的 怎么个做法呢 比方说可能对伊朗攻击 但是不承认 然后呢拜登政府可能是针对 他们的官员 就如同之前川普在2020年下令 去击杀这个苏雷曼尼的意思 是一样的 那现在回击伊朗 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做呢 要制裁吗 或者是加大他的反击吗 都有可能会让美国跟伊朗 陷入直接的冲突 那所以刚刚赖老师讲的说 那这其实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的 所以可能就是那种小小的 偷偷的用一些 大家所看不到的这个力量 然后去给伊朗一些压力 但是说实在的 赖老师 刚刚我们在讲 这些胡塞组织 他们其实在旁边也看着 对不对 看着看着呢 你知道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他们正在做对的事 因为呢这个以哈冲突 到底是谁让他无法停止 你说真的是以色列吗 还是因为有美国在支持以色列 所以美国可能呢 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当然他们就要回过头来 去反击美国 去攻击美国 那你刚刚讲的是 像胡塞 他们之前都是针对 像是在红海附近 在航运的货轮啊 来襲击 或者是比较是针对说 是要往以色列行驶的 这个货轮 但是后来呢 竟然敢动这个 我们讲太岁头上动土 现在是在美国的军舰来攻击 所以我看到的是 现在刚才我们在说 美国的军舰 像这个胡塞 居然也敢对他发射什么 火箭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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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成功 是是是 然后美国还在那边想要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没有对我发射火箭弹 对 然后胡塞说有啊 我明明就有打 对 然后美国人说 你没有没有没有 你没有打我 美国现在是觉得说 那样会太丢脸了是不是 然后自己变成剑靶了 所以不敢承认了吗 但是胡塞 反而变成像英雄 在阿拉伯世界的英雄 我看到一个新闻 我实在是觉得 也是太太 你要怎么说胡塞呢 他们现在觉得 他们是自己 是他们的英雄 所以呢 就更进一步的 就做了一件事 把之前扣押的货轮怎么样 扣押的货轮把它让它变成观光景点 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可以呢 搭着小船来上这个货船 被扣住了这个货轮 让你来参观 结果有人呢 还真的上去了 他胡塞还收费 一块钱美金 一块钱美金 让你看 让你来体验一下 就胡塞的成果 哇不得了 结果呢 真的会去看的人 看了以后觉得感动 我看到居然有当地的媒体 夜门当地的媒体 还有报导 说觉得什么 觉得这真的是 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还觉得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他们的光荣 是他们的荣耀 蓝老师 你怎么解读 像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美国很头痛 因为可能就会有一而再 再而三接连的骨牌效应 针对美国来 胡塞变成一个顽卡了 在中东地区 本来胡塞组织 基本上来讲只是在 叶门内部里面的一个 武装的叛乱集团 对 然后他本身的 胡塞这个部落 是在叶门的北部 他的人数其实不是很多 他的武装能力 也不是很多 才一万多人嘛 所以他原本就是属于 区域间的 可是由于以色列跟 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那么凸显的是 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了 然后从去年的十月 一直到现在二月 由于美国英国等大力介入 然后支持以色列 继续对于加沙地区的 巴勒斯坦人的攻击 而整个中东地区的 阿拉伯世界跟 伊斯兰世界的大国 却都不敢动手 包括沙特阿拉伯 包括伊朗 包括埃及等 这些甚至连土耳其 这些所有的穆斯林的大国 没有人敢对于以色列 跟对于美国动手 结果胡塞敢动手 对 我们叫做太岁头上动土 没错 那也就是说 当胡塞组织 直接敢打英国跟美国的军舰 直接敢打 而且直接封锁红海 而美国跟英国的军舰 竟然保护不了它 红海的这些船只的安全 然后造成这一次胡塞组织 我们常讲就是第一次 首次直接攻击美国的军舰 而美国因为颜面的问题 他否认说他有被攻击 但是胡塞说 我已经点名了 就是哪一艘船 我什么时间 我对他实施攻击 而他在攻击的过程中 他同时也把这个美国跟英国 护航的一艘游轮打到了 而且起火燃烧 起火燃烧 因为它是装油的很危险 所以后来印度的船 赶快过去 因为已经离开雅丁湾了 但它已经一直燃烧了 印度的船过去 去把它扑灭 为什么呢 因为那艘船上面 有22个印度人 在那边当船员 在那边工作 好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从此以后你想想看 没有一艘游轮 只要是英国跟美国有关的游轮 没有人敢走这条路线 是啊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英美的护航是失败了 而被一个这么local的 地方的胡塞组织 打成这个样子 而美国的反击 却让胡塞更有能力 再进行攻击 那这样的情形 反而就激励了 这个伊拉克的 伊斯兰反抗组织 那他们的这个组织呢 就也是第一次 直接针对在约旦 跟叙利亚边际 而且是在约旦境内的 美国的军事基地 而且直接成功的 把美军杀了 那这个都是两个第一 就是都是首次 这个首次就是 美国陷入很大的困难 你知道布林肯说 这个中东现在是 1973年来最危险的时候 是的 应该是说 美国自己感到最危险 对也就是说 美国陷入很大的困难 就是美国要强烈的反击 要找谁来反击 是 你对胡塞组织 你如果不出动地面部队 你对他是一点都办法都没有 可是你一出动地面部队 那你又掉入另外一个 阿富汗的战争 而且你打不赢的 最终你美军也会仓皇而逃 是 所以美国自己知道 如果打进去越南 美国自己最后会战败 半夜会逃走 是 所以他不能打 那他目前采用的方法 就是象征性的 然后宣传式的 就是轟炸 可是他越轟炸 在整个中东地区国家 因为胡塞 就变成一个大咖了 他变成一个大英雄 就是你刚刚讲的 他变成一个大英雄 欢迎来参观我扣的货轮 然后我就收个小钱 算是什么补一点加菜金 象征性的意义 可是呢 这个新闻就会把它闹大 然后让他自己 变得更加的什么荣耀 那就会让很多 中东地区富有的国家 他们不敢对于 美国动手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政府 还有他们的企业跟个人 就偷偷的 就会把钱捐给胡塞 甚至帮他们买一些军事品 然后再运过去 所以胡塞的武装 武装力量就会越来越强 也就是说你美国英国 越轰炸 他本身的作战能力 就会越来越强 为什么 因为他成为一个 王咖 好 那这次是不是也激励了 这个伊斯兰反抗组织 成功的攻打了 美国的军营以后 他又是一个王咖了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使这些政府 有国家的这些军事组织 他按兵不动 但是这一些非正式军事组织的 民兵组织 他们却更加的活跃 那他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 新的武装集团 这个您想想看 对于以色列也好 对美国也好 在中东的这些地方 他怎么玩 他怎么去对于这些游击部队 怎么去打他们 是 是 换句话说 现在目前美国的压力是更大 当然 从刚刚赖老师提到 阿富汗撤军这种耻辱 不能够再出现 尤其是现在 拜登还想要竞选连任 不是吗 当时都已经被骂翻了 可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 你看人家就见缝插针吧 像伊拉克就要求美国 赶快撤离伊拉克 把这个基地赶快撤走 美国人不走 美国人就赖的不走 其实美国人应该要赶快走 因为美国人如果 不从伊拉克走 不从叙利亚走 他们会无止尽的一直受到攻击 而且如果这个攻击 是开始是主要 是要杀掉美国人 美国大兵的话 那这个时候 如果美国去攻打叙利亚 或是美国攻打伊拉克 那就变成开闭两个战场 这个对于美军来讲 是毫无胜算的 更不利的 那如果你还死皮赖脸 赖在那个地方 那他你一旦被打到 不得已走了以后 又是另外一种仓皇撤军 那脸又丢更大 所以当初就不应该射 那现在既然犯了一个 重大决策上的错误 射了 然后呢 你现在开始被攻击 然后你还死皮赖脸不走 然后等你被攻击的 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你最后不得不 你撤走的时候 那个时候 颜面真的丢光了 而不要忘了 今年大选年了 那如果是在今年 不赶快撤走的话 越接近选举的期间 他如果被攻击的越猛烈的话 那请问一下 到最后怎么办 怎么收拾啊 趕快撤吧 好 说到这个大选年呢 我想我们接下来也要谈一谈 现在目前德州真的是 跟美国的联邦政府 给杠上了 大家知道德州是一个 共和党执政的州 所以所有其他的 这个共和党州 也群起来什么 响应 因此就造成了 在美国国内的红蓝大对抗 红代表共和党的颜色 蓝代表民主党 那么要现在由共和党 整个州 通通都要对抗联邦吗 我们先说到 这个边境移民政策 之前其实呢 德州就非常的不满 因为认为他们 架起铁丝网还不够 不断的就有大量的移民涌入 那他们认为说 这个是联邦政府的错 所以干脆呢 在过去做了很多的一些措施 但如今现在呢 你说真的要用武力来解决了吗 美国真的要爆发内战了吗 让大家觉得看得触目心惊 好 我先请教一下赖老师 我们现在看 目前这个德州呢 他们说要把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边境 全部架起铁丝网 拆别想 别想 可是呢 以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哇 到底你说 如果要用武力的话 德州说我这边有我的军事力量 对 然后呢 联邦也有他们的军事力量 那如果要从两边 地方跟中央的这个军事力量 要真的能杠起来的话 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决啊 这确实是一件 非常恐怖的麻烦事 美国现在确实面临了 蛮严重的宪政危机 事情的因果其实很简单 这个因果关系就是 从拉丁美洲 加勒比这个地方 非法要进入美国的移民 人数实在太多了 多到这些州 尤其是跟这个墨西哥 跟他们有接狼的这些州 他们真的也已经受不了 是的 是的 然后他们对于 这个拜登政府的暖弱无能 对于他们的移民政策的摇摆不定 对于他们不能下定决心来处理 他们非常的不满 他们特别是对于民主党的州 那么假借 就是装的很关心这些移民者 好像很在乎人权 他们也很大的不满 那他们认为说 你们不是首当其冲 是我们首当其冲 那因此呢 我们看到在过去 德州就把这些非法移民进来的人 他们用巴士或是用飞机 把他们运到这个纽约 对 把他们放生了 很多其他的州 对 然后就说你们喜欢 我就送给你们嘛 然后也引起了这些州的不满 当然啊 但问题就在于说 那你这些州怎么可以不满呢 你不是说 那个应该要重视移民的问题吗 是 应该要考虑人道 人权的问题吗 那我现在你要我就给你嘛 你要几个我都给你 那你怎么不收呢 他们就很生气 那他们就觉得说 你们这种人就是伪君子 装圣人 然后一张嘴 然后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受苦 那因此后来也受不了了 最后他们又在上面加 那个铁片网 我们叫做蛇行网 那个蛇行网是很危险的 那铁片是很锋利的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围墙上面 加了这些蛇行网 或是在没有围墙的地方 加一层一层的蛇行网 拜登就觉得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对 这个变成美国人的耻辱太难看了 真的 所以他就告到这个法院去了 后来联邦法院的判决出来了 说要拆掉 这是联邦法院的判决 但是德州的州长阿波特他是拒绝执行 拒绝执行联邦法院 所以他就动用他的州长的权力 也就是使用这个国民警卫队 继续降这个铁片网蛇行网 继续降 当他继续降的时候 那这个拜登政府就觉得 那你在挑战我联邦的执法权 没错 因为联邦法院已经判决了 所以他要去执法 说你要把它拆除 结果 可是按照美国的法律 他们的国民警卫队 在平时的时候是双重领导 双重领导的意思是 平时就是非战时 不是在打仗的时候 那现在是算是平时 现在是平时 双重领导的意思也就是说 州长有权力调动国民警卫队 所以他要听州长的 对 他要听州长 那当然他也一方面也有 听五角大厦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五角大厦 他要在海外用兵 他现在要他的国民警卫队 变成他的预备队 然后投入到战场 他也要服从命令 真的喔 如果他讲说 现在中东有事需要你 他就可以把安人调走 所以如果说今天 五角大厦要解决这问题的话 可以从德州里面抽掉 国民警卫队 现在目前正在施工的 那些国民警卫队 把他抽掉 但是问题就在于 现在是平常时期 所以德州的州长说 我的任务已经下达了 你不能够改变我的任务 我先下的令要听我的了 要听我的 我的命令已经下达 所以我们才会说 这是宪政危机 那联邦的执法权就受到折扣了嘛 他们要维持他的威望 所以他们就派出他们的巡视部队 结果就跟国民警卫队 就对峙了 对峙了 双方在那边剑拔弩张 僵持不下了 但是德州的州长命令 他的其他的警卫队 继续去兴建 可是问题是 联邦的巡视员是人数少的 德州的警卫队的人数是多的 所以他们寡不敌众 联邦先输一半 就杠在那里了 但是呢继续在施工 就在这个时候 有25个共和党州的州长 完全支持德州 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 那就干脆离婚吧 离婚的 有一个共和党议员 语不惊人死不休 国家离婚 因为本来50个州 是自动进来的嘛 那他们就干脆 那我们就分开了 分道扬镳 那就整个联邦政府就裂解了 那就变成 每一个国家就自己独立好了 对 但这个都是喊一喊 这是喊话 喊话 不过真的我觉得 我比较关注的就是 刚刚蓝老师讲的 那个实际的行动 因为当你面临到 就是在那个铁丝往前面 那你究竟一边是 譬如说FBI 对不对 美国联邦政府的力量 跟现在目前 博明兵 警卫队 那这边呢 你说是两边 等于是杠上了 警卫队这边也觉得很麻烦 因为我是两边都得听命 又要听州政府的 州长下的令 跟联邦政府下的令 我究竟要选哪一个 你刚刚讲的意思是说 州反正已经先下令了 先下达这个指令 就要先听州 可是这个是因为是平日 暂时的话是要听五角大下的 这个是差别所在 不过说实在 赖老师你知道吗 现在就连这个很多的国家 或甚至是连你说像那个 中东的民兵组织 他们不是都也看在眼里了吗 美国现在居然有发生这种事情 美国自己在搞内战呢 那还想要来管中东的事吗 然后俄国呢更是觉得可笑 所以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 那位女性扎哈罗娃呢 她也讲话了 她就说呢 现在呢鼓励美国干脆去建立一个 国际联盟解放德州 解放德州 解放德州 对 她就还给美国一句话 就是叫Texas must go 那不是用在那个当初 欧巴马叫那个阿萨德 就是叙利亚的总统说 你必须要离开 对对对对 你必须要下台 那时候是讲阿萨德 must go 对不对 所以把当初欧巴马的这个话 就还给现在的拜登 你看这个扎哈罗娃多厉害 对不对 因为德州一直有在主张 他要离开美国了 这是他们已经 今年累月的一个主张 其实还有一个州 也一直主张要离开美国 就是加州 加州 因为加州太富有了 加州觉得说我这么富有 我为什么要一半的前辈 你联邦政府收走 如果我们加州自己独立的话 我们又有海岸线 我们又有海岸 我们空海都可以通 那我们跟墨西哥也可以通 那为什么我还要并入联邦 所以加州一直有要独立的声音 德州是很深很久了 德州是很久很久 南方一直想要脱离联邦 我觉得可能哪一天 当他们的联邦政府的无能 到他们的南部的人都受不了的时候 搞不好还真的有一天 他们还真的就分裂了 不过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变数就是川普 因为你知道当所有的 这个共和党之后 大家有之一同的 都在反对这个联邦政府 解决边境移民的问题 在声援德州了的时候 那等于就是什么 川普又捡到一把枪 刚刚那把中空的枪还不够啊 冲锋枪 而且对 而且说实在的 我必须说 美国的选民呢 他也许对于中东的事情呢 美军没死人 他们一点都不关心 没有什么感觉的 只知道就是说 我们又在花钱 我们就在管别人的事情 但是呢 世界警察还要当吗 很多的美国人 越来越多美国人 会觉得还不如好好去解决 美国自身的问题 尤其是经济的问题嘛 可是现在当你看到的是 边境移民问题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就特别有感了 因为是不是可能 他们是要来跟我们抢饭碗的啦 那他们是不是来独独享受 一些社会福利的资源啦 他们就这个时候会特别有感 然后再加上 本来就看这个民主党不顺的 这个眼睛看得很不顺的 这个共和党的支持者 哇这个时候呢 就会群起公知 所以邰老师 我觉得这个对于今年的 这个选举来讲 拜登更加的不利啊 这个议题对共和党很有利喔 真的喔 因为尤其对特朗普来说 对川普非常有利 因为川普一开始的时候 他对这个议题就惊咬不放 而且盖围墙是川普下的决心 而且后来拜登呢 还真的也跟着盖 那时候怎么骂的 骂完了以后 也跟着盖了以后 把川普笑死了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 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鱼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日本人인iv日本人 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五十多年 大贤 中克菱尔益生菌 大贤 中克菌尔益生菌 大贤 总裁 产生菌 大贤 魂 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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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